剛才我讀的文章, 澳洲人在《魏君子》的文章中提到一個詞 我相信朋友細心聽就會罵我老頁 中國哪裏有經濟殖民? 沒錯,中國真的沒有做經濟殖民的動作 我只是讀別人的作品 所以我只是告訴大家 現在我為大家澄清一下 究竟是甚麼叫做經濟殖民? 中國有沒有做到經濟殖民? 首先要解釋甚麼是殖民 香港人應該知道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 即是說話說 在土地上所有的法律 各樣各樣的法律 全部都是由殖民國家控制著的 本地的居民是完全被動的 沒有辦法可以有自主權 立法沒有份 當然了 除了一小撮 他利用來控制當地人的小撮 例外之外 大部分的人民在地上 是被外國政府操控著的 叫做殖民 那外國政府操控著的地方 當然是為自己利益 難道為當地人 沒有這個可能性 根本 他在當地 不要每次用軍隊 唯有做一些政策 只要當地人覺得 OK啦 免得反 所以是有部分 會使得當地人 可以服從這個統治 但是 統治本身 它的動機 完全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 這叫做殖民 中國政府在中國 當然不是殖民 這是中國現在政府 無論在台灣那邊 或者是中國大陸那邊 都是我們原地方出來的政治 這個政體當然是為自己地方出來 所以這個不用說了 所以是為自己地區 自己的國家所造成的政府 就不叫做殖民政府 因為這個是你自己管自己 就不是你被人管 被人管就是殖民政策 這叫做經濟殖民 一模一樣 利用經濟手段 去到一個地方 來拿一些 好像在殖民時期那樣 可以拿到的利益 這就是經濟殖民 有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呢 有幾個方法 最明顯的方法就是 我印紙出來 就去你那裡拿紙 換走你的好東西 這就是經濟殖民 可以說是用非常低的成本 印紙 甚至現在連紙也不需要印 在電腦裏面裏面裏面 補幾個零在後面 於是你們心甘情願地 將自己有價值的東西 換取這些這些紙 這是一種經濟殖民 另一種就是負債的方法 即是借大量的钱给他 明知这个地方是没有能力还得起的 照借给他 但是说是借给他 兜过一圈就自己取回 方法是什么呢? 譬如去到那里 帮别人说要起这种,起那种,之类 起了之后就找回自己的公司 国家公司自己的地方 那些钱根本没有去到当地政府手上 而这样换取一些那里地方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经济殖民的手段 当人家还不起的时候 那便要赔了 所以拿别人的什么来赔 那这个动作现在呢 中国是在做一些帮别人起基建的东西 现在就被外国说 抹黑就说 这个是一个经济殖民 因为这个可以变成经济殖民的一个手段 因为呢 你通过一个欠债 而控制住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脈 而在这个控制过程中 拿了他的好处 你自己可以用非常之低 或者不用成本的手法 抢夺了别人的价值的东西 这个便是殖民 这条线呢 其实是很模糊的 因为你去帮别人 帮别人建设 帮别人做这件事 而回头 你当然希望寻求一个合理的补偿 所以呢 这个界度呢 应该是看在合理补偿上面 即是说呢 我投资在你的地方里 帮你建公路 帮你建桥梁 或者之如此 我是不是可以收取一个合理 合理 合理 最重要是合理的利润 而是对当地人有绝对好处 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经济的殖民 或者是侵略了 而是一个商业的交易 所有的商业交易 基本上一定是护理的 如果有一方面是吃抵了的话 这个就一定不成功的 你只可以在强权之下 用枪指着之下 才可以交给别人做些东西 这个就不是叫贸易 这个叫勒索 大家分解到吧 我一定要这样做 你不做不行 你不做我打你 你不就勒索 但是 我有件事给你 你用钱买 那个价钱 你又对 我又对 大家愿意的 心甘情愿做 这就叫做贸易 在贸易 为什么会有贸易 是可以 大家有着数 同时有着数 这个就在经济上面 讲到一个叫做 comparative advantage 所以comparative advantage 就是说 我有些东西 在我这边 我这边 成本低些 但如果我将这东西 在你那里做 给你去做 你要是不懂做 要是你做 要是你做 比我做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 低一点的价钱 卖给你 对你来说 省了很多钱 因为 得到一些 有用的东西 而我呢 可以拿到你 复免回来 给我的东西 同样 我会觉得 如果我做 那些东西的话 对我来说 成本比我高 我给你钱 那大家就可以 谈得了 最早的 当然是 以货易货 就是 我做一样东西 你做一样东西 我做这些东西 做得拿手 又好又美 又做惯了 好快 手 换你 好拿手 大家换一换 大家有着手 这就是贸易 当然 现在贸易之间 慢慢买 如果要一样的 以物换物呢 哇 你这个东西这么大 你这么小 怎么换呀 所以 如果我们有个 中间的价钱 有个钱 那就可以 少些钱 便宜些 不用整个换 所以 这个就是 金融在贸易上面 润滑作用 但现在这个金融 是变成一些国家 用来做 经济 殖民的手段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 是应该贸易平衡的 其中一个 中国 英国要用 鴉片战争 他们那边说的理由 很清楚的 就是因为贸易不平衡 他要平衡 所以要买一些 中国人要的东西 不过问题就是 他卖的东西 是鴉片 如果他找到一样东西 是的的确确 使得中国人 觉得是好的 有用的 是值得交换 你卖给中国人 这个绝对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 你卖一些是 荼毒中国人 而在中国不准的 这就是 够硬力 结果就 发生 鴉片战争 好可惜中国输了 因此 香港变成了 英国的殖民地 在现在 中国发展到今天 在世界各地 做很多投资 尤其是 有在一带一路 这个创意之后 中国更加在 一带一路 完善国家 做了很多很多投资 这些投资 是不是西方所说的殖民 金融殖民 还是真正正正的贸易 这里我仍然 用刚才说的 那条线来看 到底 这个投资下去 是拿回报 是不是合理 现在来说 其实 中国拿回报 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是不合理的多 是不合理的少 和少 因为中国现在 愿意帮很多国家 明知他现在 没有能力还 但仍然借钱给他们 而到他们没有能力还 中国不是要他赢的 而是将他的债务 減免 这个就不是 金融殖民 不是靠钱去抢别人的东西 我帮你做事 做了给你 知道你现在没有钱还 不要紧 慢慢来 十年不行 二十年 二十年不行 三十年 五十年 九十年 这就绝对不是一个侵略性 抢别人的手段 因为如果那个国家 他慢慢富有的时候 我中国产品可以多买些给他 这个对我有好处 因此我愿意帮他 建立好他自己本身里的经济 让人民好起上来 像我们中国人民那样 脱贫 好起上来 好起上来之后 自然有需求 而我们中国作为工业大国 我们做这么多事 当然希望有个大市场 因此 扶植你 让你的人民经济好起上来 让你的生活好起上来 你买我的东西 这个一点都不是经济殖民 这个是一个贸易 是一个互利的贸易 这个互利的贸易 就是大家的competitive advantage 大家的分别 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单一的 好像这里的鸡肉 全部都是同一种鸡 分别就是有皮没有皮 那竞争就会白烈化 白烈化到根本就是 第一 第一 农夫那边很惨 第二 我们没有选择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competitive advantage 没有分别 我们现在应该追求一个 多元的世界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这种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这种鸡 会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 用这种鸡 这样的情况下 但你这种鸡 在另一个情况下 又会比较好吃 这个情况 于是我们有个选择 这是一个好事来的 为什么用鸡呢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来澳洲旅行的话 千万不要吃鸡 这种鸡 我们叫做豆腐鸡 那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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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鸡胸 是整kg 很巨 不过呢 全是水 没有味道 很软 我们叫做豆腐鸡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要它快大 要它快大 第一 那些粮要尽量吃少些 又要它快大 又要它吃粮小 那怎么样 不让它动 不让它动 不用做运动 自然就 吃到的东西就用来掌肉 这是第一 第二 它的基因已经改了 它那个胸大到 很大 肉 因为这些鬼佬 喜欢吃那个鸡胸 所以这个鸡胸 很巨 如果用回同样的比例来说 那么 那个鸡胸 就等于 现在如果 女士们 那个胸围 是九十几寸那种 哈哈 人类没有这种 那么巨的胸 但是我们现在的鸡 是做到那么巨的胸 就是这样 因为鸡没有做运动 鸡肉 没有什么 所以鸡肉 没有味 是水来的 所以 大家来澳洲 最好是吃羊 和吃牛 不要吃鸡 鸡 坦而无味 这个话题之外 我们 这个贸易 要一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千万不要像 现在美国用的贸易战 美国现在用的贸易战 就是想把贸易切断 贸易切断之后 大家一定会有损失 刚才我说了 贸易是双方都有利益 才会有贸易在 因此 如果你切断双方的损失 一个好的贸易 就应该是 我的地方 我有个特点 我的特点出这件事 是你那里做不到 或者你要做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 你愿意跟我买 我也愿意买给你 因为这个价钱 我觉得可以接受 可以合理 我对我来说 有利益 对你也有个利益 这就是贸易 贸易和经济殖民 中间的差 那个分别 是在于 第一 有没有利用货币政策 去剥备别人的资源 有 这个肯定是贸易 经济的殖民 利用印银子 这个我们知道 有个大国在做 长期在做 第二 利用借贷 使用各国家负债之后 你就利用这个手段 争取巨大利益 这是另一种 而第二种 和贸易之间的界限 在乎于合理回报 如果回报是合理的话 这就不构成贸易的金融的殖民 我希望我解释清楚给大家听 而我的认知 在我在我认知之中 中国并没有用到金融殖民的手段 中国现在和世界各地 用一个和平贸易的手法 来交易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要去看 我离开 有点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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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